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讲清楚平时呢我们如何补充叶酸 比如说有些朋友问说推荐0.8毫克一天一次 我买的是5毫克的叶酸我应该怎么吃 这个叶酸吃多长时间合适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话题掰开了揉碎给大家说清楚 希望大家仔细听你们关心的问题有可能会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大家呢一定耐心把这个视频听完 首先啊我们科普这个话题一定要做一些铺垫 就是说到底现在哪些人需要补充叶酸 实际上以前呀我们都知道孕妇和某些贫血的患者 但是这些年呀人类医学逐渐发展的认识到 其实对于普通人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要特别注意查一查同型半冠酸 如果同型半冠酸升高有可能提示你叶酸缺乏 而这些人呢容易发生脑梗塞啊冠心病啊等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说这些年无论是普通健康人还是高血压患者 H型高血压患者把这个补叶酸都提的高度非常的高 甚至呢都写入了指南和某些专家共识 那么说到这呢大家知道了 哦原来啊补叶酸是为了降低某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尤其是对这些个健康成年人补叶酸 它是主要目的在这个角度 但是呢到底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叶酸是不是缺乏呢 是张大夫前面的视频给大家科普过 我们现在主流的有三个检查 第一个检查呢是血清叶酸测定 这是一个特异性的 可以说最准确的一个指标 但是查血清叶酸测定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做的 好多医院他做不了 所以说呢就衍生出来我们现在用的最普及的一个检查 就是同型半冠酸抽血柴的同型半冠酸 如果同型半冠酸高于10甚至高于15就提示叶酸缺乏 但是这个检查呀它不是那种特异性检查 它是一个间接的非特异性检查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大小医院全国各地哪都能做 大家方便 所以说都是通过同型半冠酸来看自己是不是叶酸缺乏 大部分人是这样 第三个检查呀是查叶酸代谢的这个基因 有一些人啊同型半冠酸查出来之后特别高 30以上这个时候就要明确是不是基因代谢存在的问题 就要查一查代谢叶酸的基因 正常的是CC型 而CT型和TT型的就提示你 代谢叶酸的基因存在着突变或者异常 知道这些之后大家就会说张大夫抽血查同型半冠酸是最普及的 您给我们说说它到底高于多少算是叶酸缺乏 一般来说现在不同指南不同规定 你看2020年9月份更新的这个高同型半冠酸血症专家共识呢 他就认为高于10就可以认为是高同型半冠酸血症 就认为可以考虑补 如果真的说超过15了这个时候开始补叶酸也都不过分 说到这儿呢 好多朋友就会说高血压患者H型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伴有同型半冠酸升高的人应该补叶酸 普通健康人应不应该呢 实质上最新的这个高同型半冠酸血症的专家共识呢 认为普通健康人也可以考虑0.8毫克一天一次来补充叶酸 说到这儿呢 好多朋友的问题就引出来了 就是说张大夫 0.8毫克补充叶酸 比如说我们买的是0.4毫克一片的 这种孕妇吃的叶酸 我们可以吃两片一天一次这没问题 但是呢我这儿不方便 我买的是5毫克一片的 我应该怎么吃0.8毫克 这个呢大家就吃四分之一片就行 切一个半片再切半片的半片 四分之一片补充1.25毫克叶酸 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 说到这里 好多朋友呢还会再说进一步下一个关心的问题 就是叶酸吃多长时间 我是不是吃叶酸 通行半片酸降下来了 我就可以不吃了 实际上来说不是这样的 咱们现在各个指南和不同国家的推荐也不一样 没有固定答案 但是现在更多的医学研究发现呢 这个叶酸的补充至少要三年以上才能有好的效果 甚至有的研究呢提示要4.5年才能看到疗效 所以说希望大家补充叶酸呢 尤其是0.8毫克一天一次安全有效 最好呢要长时间补充 不能说补充几天补充一两个月就不吃了 那样的话呢可能它的良好的效果 或者想达到预防脑梗塞 缺血性脑足中的这个目的呢也达不到 希望呢张大夫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介绍 能够打消你好多朋友现实中的疑虑 到底也算吃多少 我买的5毫克一片的应该吃多少 我应该吃多少时间 希望呢今天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好呢 也可以转给身边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因此受益 最后呢还是那句话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勇大夫 感谢观看